民国102年的时候 绿委当时还提案 如今言论自由意识高涨 即使是谣言 亦应受到言论自由之保护 当年的提案人刘建国 当年的联署人 这些人都去哪里了 言论自由呢 你们在挺的言论自由呢 林家龙 蔡其昌 黄伟哲 潘孟安 陈其迈 都还在现在的政坛 但是呢 有出来说话吗 实况主丁特他直白的说 孝蕾娜 年轻人代表 2022年居然还有国家 在审查言论自由 我们一起来协寻这17位绿委吧 林家龙有回复 他说言论自由本该保障 但要有比例原则 哇塞 当年你告诉我 谣言都可以有言论自由之保护 现在你告诉我 言论自由要有比例原则 所以说这个标准在哪里 这个标准就是绿色标准 大使 这个林家龙亏还在流美的 什么叫比例原则 不太懂 我也是看不懂 完全不懂 他这个法律上没有什么 比例原则不是这样乱用的 等一下 那几比几才是黄金比比 他的书是白念的 我看他的论文去查一查 到底是不是假的 对 什么叫 联论自由比例原则 你知道林家龙是一个收割者 民进党真正在打拼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看过他 那民进党夺权就突然冒出这些人 冒出来 所以他一切都是民进党赏的 想吃香喝辣 所以他也不敢去忤逆 蔡英文的意思 这个人一向都是口是心非 他到他选新北市之前 蔡英文劝他去新北市 他跟蔡英文说 我有六个理由不来选新北市 结果蔡英文就不给他台北市 叫他赶他新北市 就给他难看 他也摸摸鼻子 就跑到新北市来选举了 不想来新北市的 因要来新北市 那请问一下新北市市民是什么 要接受你这个不想来选举的人 要投给你 我觉得要投给他的人真的很可悲 他自己都不想来的 他要投给他 然后言论自由 在美国的言论自由 美国的言论自由 是绝对的言论自由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怕那些政客 那些政党 用所谓的什么比例原则 一大堆不晓得哪里冒出来 这些没有人听得懂的理由 来怎么样 限制别人的言论自由 来遂行自己的什么 胡作非为 民进党今天为什么 要限制言论自由 因为他要胡作非为 他就是要胡作非为 他现在胡作非为 还觉得不够过瘾 还要继续怎么样 连你们讲都不准讲 他现在台湾的这个媒体 已经要掌控到90% 差不多了 通通用钱的用下的 用恐吓的 用收买的 什么手段都使劲了 他要台湾只有一种声音 这个什么数位终结法 就是让台湾只能有一种声音 就是民进党说可以讲的话 民进党说只能有这种声音 就只有这种声音 这些人今天在护航我们都记住他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林静怡 不要哪里冒出来了 这个在那边胡扯八道 替这个民进党护航 这些人像林佳龙替民进党护航 其实他们在怎么样 他们就是民进党要消灭 人民言论自由的帮凶 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的嘴脸 他就是在做帮凶 把宪法保障给我们的言论自由 要怎么样 要我们从我们的手上抢走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他现在已经用茶水表 所谓的这个什么治安法 什么这些东西 像这个台大这是社会系的 社会科学院院长 他在做 他台大是政治医教授 政治医教授都被警察叫去约谈 就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写了一篇批评 评论故宫南院的一个问题 你想想看根治有什么 连批评讲故宫南院 都会被抓去调查 抓去调查 而且趁他不在的时候 还要语带恐吓的他的太太 还有他院母 因为我认识他 他跟我提过这件事情 太可怕了 然后最后在警察局 你知道怎么征讯他 最后跟他讲 跟他家里的人说 你如果不来的话 我们就我们就具体了 就他他那后正好出国 回来以后就进去 就进去了 你知道多可恶 堂堂一个台大政治医教授 坐在那个征讯室里面 旁边不是手铐 就是什么 就是脚疗的 放在那边吓他 这种这种这种 我想这些都是啊 什么林静怡啊 这些什么林 林佳龙这些人啊 照他们民进党当初啊 在希望修改刑法一百条的时候 那些人的话 眼里面啊 这些都是真正真正的渣渣仔 然后就是一些政治蟑螂 是好寄生在民进党里面 想要吃清香喝了 一点理念 一点一点理想都没有 你看当为什么我要讲刑法一百条 刑法一百条修订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的刑法一百条是 你在思想阶段我就可以罚 也就是什么叫思想阶段 也就是说你起心动念 想要推翻这个政权的时候 你就已经犯罪了 你有这个思想 你有传播 你再跟人家谈 我要推翻中华民国的时候 那就已经犯罪了 我连想都不能想 没有 而且你讲也不能讲 想从这个里面 他就已经开始要怎么惩罚你了 所以呢 这些叫什么 政治犯就叫良心犯 他的心里面想的东西你就要罚 那时候民进党的这些 就是林佳龙还在吃奶嘴的时候 林静怡还在吃奶嘴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民进党当创造就说不行 我们要改过来 因为这个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改成什么 现在刑法一百条 各位去看 判乱罪是什么 着手实施 你今天拿着刀 拿着枪跑到政府的部门 你说我要推翻你 我开枪 我打你 我用武力 这个才算叛国罪 其他我今天主张任何我都可以 我主张 这个统一 独立 维持现状 通通是言论表达 言论思想 言论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这些人争取出来的 你知道现在这个中介法 可恶到什么程度 他连法院都不需要走 是 而且是不是可以轻易的 就是调查每个人的个资 对啊 法院都不需要走 就是行政部门就一直通知 就说你这个言论不行 对 有违社会善良风俗 有违社会秩序 有违那个 有违就是林佳龙讲 有违人权 有违社会安全 有违国家安全 你就可以把他怎么样 下架 有没有违反国家安全 有没有违反人权 是你讲的算 对不对 罪行法定主义是什么 刑法讲罪行法定主义是什么 你一定要法律条文里面 有说这个是罪的 有错的 你才能够去执行 才能够去制裁他 行政机构没有这个权利 去决定这件事情 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违法是谁决定 是法院决定 是 所以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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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航 这个中介法 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法 是民进党要把他全力扩到极限的法 这些什么 这些林静怡 这些 林佳龙之流 他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事 他在跟着民进党 这一群吃香喝辣的 这些特权人物 要保护他们的特权到天长地久 所以呢 在抢夺我们台湾人民的宪法 搞账给我们的言论自由权 他是在拿我们放到 放到这个刀组上 在切我们的肉 这种人就这些了 是 还好意思 在这边大言不惨 什么比例原则 请他解一下 什么叫比例原则 还想选新北市长 新北市乡长都资格都不够 还市长